好另外再看到针对车辆改装排气管噪音扰民的问题 影响到乡亲们的生活品质 那么为了解决常年的问题 华丽县议会17号是召开了汽机车噪音问题解决方案的会议 那么也召集人张美惠也邀请了环保局、陷阱局和监理站 共同来研理方案 还给乡亲们良好的生活品质 关于汽机车噪音的问题一直是很大很大的民怨 我们也常见到民众的反映陈情 那甚至一些地方的治安座谈会也很多的乡亲都把这个问题 都不断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扰民的一个状况 那究竟要怎么解决呢 因为它其实是牵涉到一些不同的单位 那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在县议会召开专案会议邀请有关于环保 那还有警察跟监理单位中央的监理单位一起来我们来共商 那现在中央是在要修法的一个状态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地方的一些问题 我们也可以很积极的来处理 那今天的专案会议我们有五个结论 第一个就是我们建议环保局来评估来设置这个有关于这个检局 这个汽机车噪音的这个检局奖金的这个机制来评估 那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在环保局警察局跟监理单位 在有关于在机查这个噪音取缔作业的这个流程上 可以更简化那可以更具体化 这个可以让执行率的效率是可以更提升的 第三点有关于就是我们现在中央也环境部跟交通部 也一直持续的在开会也来吸纳各县市的一些意见的反应 所以我们建议花莲的单位 环保单位去参加中央的这个会议的时候 要具体的把花莲遇到的一些问题 能够充分的表达跟提出 这个可以列入修法的参考 我们把最大的问题要提出来 那第四个就是要请环保局这边也制作一些图卡或折页 就是说面对这个汽机车噪音的问题 民众要怎么样去处理 用简单的方式 让大家可以立刻的来处理 那可以在一些治安座谈会上 或者长辈比较多的福气站一些据点 去宣导去发送 或者透过村里长 可以让大家知道 遇到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 那最后一点就是说 也请环保局去参考评估 台中市他们有另外 我们除了环境部的这个环境 有关于这个声音照相的科技设备之外 他们还自行在运用AI智慧科技 也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台中市的一个 这个抓噪音 汽机车噪音的这个设备 照片的照片会表示 声音照相器抓噪音效率相当低落 居民对噪音改善更是无感 唯有针对高噪音污染车辆 专设仪器和修法 希望不只是能够达到嚇阻的效果 而是能够有效取缔 减少高噪车辆对民众的困扰 才能够避免浪费公堂 并且维护环境安宁 记得终于华小伯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